他影响的有多大呢 他可能是一个分水岭啊 包括对中美关系的分水岭啊 包括对两岸关系的分水岭啊 那甚至对于亚洲关系 还有中国跟全世界的关系 都可能是一个分水岭啊 这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影响呢 因为摆明了啊 中国大陆对台湾 或者说对美国啦啊 我用两 我用两句话来形容中国 大陆目前的一个表现的态度啦 一个就是不忍啊 不忍啊 就不再忍啊 就是对于这个美国一路下来啊 他认为啦 他认为美国事实上不断的 把一中政策给掏空啊 让一中政策空洞化 他决定要回击啊 他不忍啊 那不忍的当然就会牵动到 美国相应的措施啦 这个我们待会分析啊 那第二个就是不演了啦 你知道吧 就是我们说不忍了 然后也不演了 不演了就是说 大家不要在那边打太极拳了啦 就直面问题吧 那所以有人说这个恐怕是让台湾 提早很多年哦 直接面对两岸问题的严峻啊 简单讲是这样啊 那也让美国 提早面对 你如果真的要跟中国脱钩啦 或决裂啦 那所可能面对的情境啊 大概是这样啊 我们是从这个角度 去看这个问题 他未来 而且还在发展中啊 因为未来美国会怎么出招 还有这个中国大陆对台湾 是不是有进一步的动作 我们现在都还不知道啊 对不对啊 那未来是不是还会有一些人 还要来 test中方的这个耐性啊 比如说欧洲也有一些国会代表团 说要来啊 那到底会怎么处理的啊